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若特牛 但长鸡肥 无有不惠 老了以后只有这个身体还维持这个 它又不能有特别其他的 能产生其他的作用出来 没有其他的功德力 就只是这个身体出土长 又不能做其他的一些作用 没有这个不惠啊 就在我们身体啊 人若无闻啊 人若无闻 人之无闻啊 人若没有智慧 光只是在增长这个生命 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在我们身体上慢慢在进步 所以日子在过 一路上只是随着业力在转 却不知道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时间在过 所以同样一个人在过日子 他没有更具体的目标 也没有一个有什么一个正面对我们有意义的在成长 不管是福或慧 那结果一直在把原来术士所造的福报 在今生上随着时间慢慢给它消磨掉 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佛法也就怕 了解佛法这一生就这样控过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讲说 我常讲的 今生能闻法 能有机会修福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要当人很难 当人以后又能听闻佛法很难 因为这样的一个可以快速的增长你的福德智慧 但你看啊 难得拿到这个机会了 这一生维持这个可以成就法的法器 结果这一生就这样控过了 也忙其他的 但到最后万般也带不去 可以让你做的 你都没有去做 所以一次一次看到人无可奈何的舍掉生命 有人讲说 因为今天有人希望一个 他就往生了啦 希望我们能去帮他 看什么回向啊 当然我们会做啊 但作用多大 很难说呢 你如果一直期待别人 人滑跳跳都不会改变啊 人中走亮 把佛法的责任都推到外面去了 无稳啊 所以就说 瞎嘛 一生就这样控过 你看我们光这一天 多少人生 多少人死 你看到绝大多数人就这样不清不楚的 这样一生控过 该努力的没有目标 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提啊 像我们现在啊 一定要把自己的那种 人生的那种意义啊 把它看清楚 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一个 你要进累积的 因为你能再积极这个福德智慧的机会 其实是不多 你要看一个一个走 你难得有过去的一年 终于有机会 我常提到就说 难得有机会 尽贪嘛 这时 能赚就在这个时候 结果竟然没赚到 下次再有同样机会出现 好难啊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 就这一生 难得有这种机会 应该珍惜这阴言 尽量的在佛法上修一学 不要再忙那个 终究终归无常的东西啊 好 这个也不要像人无闻啊 像也不能哺乳啊 就这样一直长这个鸡肥 到最后就无有无惠 也不能对自己人生有什么帮助 图过一生 好 生死无聊 往来艰难 亦已贪生 生苦无端啊 生死无聊 不会啊 很有聊啊 你看 有聊 你看 就在现在 你看 我们在座的只有一个最小的 小学的 其他的 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知道 我们都有资格回顾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起码一回顾都是三四十年有吧 你一回来 你只是一种感觉 已经无法再把它拿回来 好像当下都很有意义 可是一回头一看 哇 我就这样过一生哦 就是这样啊 你看二三十年能拿回来吗 是 好像风风烈烈 好像多彩多姿 回想起来 辛辛苦苦这样奔波来奔波去 就这样 然后走走走 妈妈就把它落空下来 生死无聊 就在自己的妄想里面 在那里追逐 祈福 悲欢离合 喜怒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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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冬天就是下雨啊 有雾啊 当然稍微比较冷一点 但我就是那个地方就越看越舒服 整个舒服法 人一生难得清闲 我讲那个清闲是什么一个清闲意思 你怎么让你的心放下 放下 也就是说如果加加减远到最后都是等于零的话 那我都不要再白忙了 我可以在极清单纯的环境里面让我的心静下来 是不是 这不就是福报吗 但如果你的心不死 你会得在人红尘当中去追逐你要的 好吧 你要 答应你 你去吧 十年后回来报告 十年 我做很多 那拿给我看 过来 都没了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结果芒东芒西比那个坐在原地的都还辛苦 以及你芒东芒西不如你静下来把你的身心做个调整 把你的余思少的一分不是更有意义 你要是盲有意义那就算 可是你看啊 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让你知道 回头看来 呵 灵 不是吗 空空的 什么也都不见了 不是吗 我们不会做这种 也不是这么消极 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在追求一个觉悟的人生 所以我们在增长我们的智慧 或者你在颠倒这个终归无常的生死里面是很无聊的 意义在哪里 往来艰难啊 就像我们以前考天考 准备苦读三年 有上没上 算上高兴一下 又继续凹三年 啊 读完读完读完 又怎么样嘛 你那一生 你我这一生 到最后 都放一层一层 我这层一层的 我这人是代理酒的 有同样 你等你进去的时候 大概都是不知道的时候 不然你怎么进去 就是这样 往来艰难啊 一直在为自己的颠倒妄想 在铺排一个美梦 到最后还是梦醒成空 意义贪生 一直在忙这个生 你看从小一直忙忙忙忙 到最后 现在这个时候 该让你用的也用了 现在开始 开始要担心他的老了 开始看他的退化 深苦无端啊 为了养他 吃的 用的 睡的 走的 行动的一切 而且你就在这里绕 为了这一个颠倒妄想心 就这样一直没听 我就叫它轮回 我讲那个轮回很少 我轮回不要讲上一辈子下一辈子的 就像眼前 就是说 一直在重蹈覆辙 一直在循环 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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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因为我爱 所以要付出 因为我付出 所以我苦 我苦得到乐 乐就要守护 就要苦 就这样 你的一生就不断在那里追逐 很多的美梦 有没有 到最后也成空 深苦无端啊 会以贱苦 事故弃生 灭异断行 爱尽无声 你看 他讲出一个道理 以智慧 用智慧来看苦因 事故弃生 不是要你去自杀 这个弃生不是要你自杀 弃生是不要去爱着 这个身体 你把他当作一个法器去成就你的道业 害你用你的爱着心 要守护他 让他永违你所拥有 有智慧 没智慧 就常在这里 我会跟他讲讲 一开始我知道他无常 所以我善用无常生 远离无常 是不是 但我们一般众生是 执着无常生 以为永长永恒 结果为他想尽办法 我说 人这一生啊 到最后被生死给被判了 这一生 饿的时候要照顾他 渴的时候要喝水 困的时候要让他睡得好 一生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舒服 到最后他还是跟人买买 走啊 游也游不住 所以我们应该啊 不要错看这个身体 想要保留一个青春永住 想要保有一个不死之身 不可能 因为你用这样的心 就注定要人为 所以 事故起身 灭意断形 灭掉你的贪生痴 灭掉你的颠倒梦想 不要在颠倒梦想里面制造更多的执着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认知 然后互以行动 行动加强你的原来的错误认知 你的错误认知又加强你的行动 行动又加强你的错误认知 没完 所以你要灭掉你的颠倒 断掉你的错误的业力 你的爱着之心停了 就没有生 所以你干嘛 爱才是生的来源 这个爱是贪爱 有这个贪爱 你看 无名行事 无名就是爱的意义 在某个意义 无名就是爱 有这个贪爱以后啊 你的生死就产生出来 所以 后来我们现在修行就开始产生一个观念 不是一种强压制的哦 我一直在强调 修行不是压制你的感情 你要压制 你也压不下来 而当你要爱的时候 你开始依照佛法来讲 什么值得你爱 眼前你不会不爱 你会继续爱 但你想爱就爱一个一个明明白白的 把你所爱的看出一个哪里值得你爱 你用心的依着佛法的角度去看 那个值得你爱的到底一回事 到底是哪一回事 你看清楚 发觉 诶 词不可爱 爱心一停 烦恼一息一停 你造业的动作 不会再造业 生死就不会再流亡 所以佛法不是强迫把你做一个人格扭曲 这叫诡弊人性 但佛法是什么 医者的人性告诉你理性的来探导你的真人性 到最后发觉 整个人性就在一个颠倒里面 我以为可爱 细细看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 充满了幻想 执着 结果走到这里来 大概很多真相 你不想接受也都接受了吧 是不是 我们青春不在 这个事实你接受了吧 你不可能再回头了吧 这个你知道了 你慢慢还有更残酷的事实要出来 你都必须要接受了 好 你当初对你这个身体充满了这种幻想 现在很多残酷的现实也一直出现出来 但虽然已经开始感受到那一丝一毫的现实 但依然不死心 是不是 不然照这样 现在已经专心念火了 现在念个半小时就休息一个半小时了 不是 念火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休息二十二小时 那其中那两小时 还百分之八十都在打妄想 不是 那你明明已经感受到 我所爱的东西终究离我而去 可是你看 你修行还是不能死心 你看 换句话就是说 道理归道 其实还是不死心 学伙有一点 你真的想要执着就把它看清楚 所以学伙人要没有一样相当的理性跟坚定 还断练不出一个真道人来 追根究底 到底我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我为什么对这些东西 深重多的追逐爱着我 想尽办法 厘清 追根究底 看清楚以后 你不用勉强 你就能放下 知道吗 所以 务必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不是那个 就是照着佛法告诉你的路 好好的 依着佛法的抉择角度 把你所挂爱的人生看清楚 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爱尽无声 才把那个爱做了 因为你误看他 你不死心 不死心就会想追逐 去追逐就是沦违 唯有你的心停下来 才能把你的爱停了 你的生死才能停 所以我们现在道理懂很多 但你有了爱 你的爱着心有没有 慢慢停了 所以我常讲 我们可以学很多 但对世间样样看得很真实 你知道我意思吗 桌子依然是这般的桌子 你知道我意思吗 很重要就是很重要 每件事情世间存在的眼耳鼻舌身一所看的一切事情的重要性 到现在没有丝毫改变 我可以告诉你 你根本没进步 就像你现在的新闻 被骗了一次 骗了有人被骗了十几次 还能被骗 真厉害 我很想去认识他 你到底为什么能那么被骗的那么彻底 你的脑袋结构是什么样成的 我们觉得他很笨 对不对 你比他更笨 你一被骗的无量解还在执着生死 你看 现在还在执啊 不是吗 眼前很聪明 其实大方向还是颠倒 唯有看清楚生死的人才是大智慧 像我们现在会看那一个人很笨 对不对 骗了十几次 还在笨 那我们看往下 明明会死 还在执着生 不是吗 不是吗 我们天天 天天被骗的无数次 还不能死心放下修行 他笨 如果以大笨小笨 你只是在小笨处啊 以那一点的 大笨是笨的一样 反正都不会咬死 是不是 所以一个走的不自在 下一个依然也不自在 是不是 改变不了 所以啊 务必真的放下心来 我现在 我一直在讲这个课 我讲在讲 其实我发觉我的心情还是无法长达给你们 反正我尽量讲 不讲 讲到最后就说 我去插你了 我自己走 其实我当然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其实 因为他很难用语言去表达你那一份想要 以全心全意相应法师为那个心情啊 因为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皈依族 因为我们久的佛法听 看一看一看一看 到最后 其实我们也以我们眼前看到很多人 来来去去 生生死死了 我们大概心里也都有说 因为找完是你嘛 所以这个已经是答案 你就不用再找了 但佛法里面的真答案 到底人生怎么自我定位 怎么找出一个觉悟的人生来 我应该要赶快积极从事 不要再又早知道 不要再说一句话再用点 那你就早知道了 你就耽搁掉 你不知道也就把明明知道佛法的意义 要一直在耽搁 我的意思就是 即使那种对佛法 大概事情越看越清楚 我觉得这一条路 大概也没有其他路好走 人生世间里面怎么走走到最后 大概都一样了 户贵贫贱到最后结果一样 每一筹高低也一样 所以到最后 人生目标越来越专注 越专注在某一个集中点 所以晋极这一生该晋的责任晋 完了该舍的前舍 那心里酝酿这一份心情啊 那如果你现在连舍都不能舍 到最后 牵肠挂肚 还是一事不成 还是到最后 没有 你看 不修犯行 又不富财 老路白路 手势空磁 你又不修行 没有出世间法 又不富财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 有一位他曾当大臣 后来在夫妻当乞丐 为什么 亏或无度 又没有积蓄 种种一切因也没有 到最后变成乞丐 所以我们现在福报很大对不对 很难说 是贷款的还是自己福报 贷款的要还 贷款的要还 福报在哪里 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常讲一个最简单 我今天用的 我今天修的要大过我用的 我才会积蓄 我今天吃三餐 那我今天必须要有些善念好的法 我吃三餐至少念三生活啊 总是我天天友善的 我依然起烦恼 我依然在损耗我的福报 但我在损耗福报的同时 我也在积蓄后 我每天都有佛法在修 都有善业在修 都有智慧在增长 那你今天就没光过 我的到这样 该修的不修 烦恼不断 又不积极 种种功德法财 老人又守住这个空子 这身体就快坏了 你没有什么养分 在那哀哀怨怨 然后 没有目标 人生没目标 到最后整天就看 哎呦我最近手不好 下次就关心我的脚不好 整天都这样煮一项苦而已 他不关心到 就有的人退休了要留意啊 如果没有目标 到最后整个人生失去目标 就开始往身体上找 我们为什么会开始留意 我们不要就老了 现在人为什么在世间把留意 因为他内心没东西 一个人有崇高理想 其实他是某一个人简单 因为重点不在此 一个人对自己挂爱的时候 就开始留意因子 留意一切受用 因为他很重视自己 当一个人很重视外面 重视别人 重视佛法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挂爱就少了 所以衣服破了 随便啊 为什么 没关系啊 这个也没关系 那个也没关系 他本身相对就自在 是不是 所以 有些人 你看啊 你在欲绝 忧欲绝在那里 为什么会欲绝 简单说 自我自作中 自我感觉非常亮 其实不是 如何在佛法上尽量放舌 很多问题会改变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爱作之心 结我们的烦恼 一个结一个 让烦恼有扎根处 换句话 有时候这个水锅 如果清得很干净 淤泥留不下 因为马上冲走 就因为你水量也不够 里面的脏的又不清 所以慢慢堆积 慢慢堆积 所以有的呢 其实是对世间充满一些期待 对自我放不下 就这种急在那里 一急里面恶法相互影响 恶法相互影响 就容易出问题了 当然我们这个是 烦恼所成的生一定有这种问题 但当你试着去放下 我讲的一直在想到 那个放下是什么 不是边提边放 而是彻底放 这个必须要很懂得佛法 你必须要了解 彻底 因为你的边提边放 其实都是脚在里面 你一手执一手放 其实还是执 你必须要全然跳开的 你平常对世间的这样的一个挂 一个更操然的 不是那样要舍不舍 是全舍 你会发觉你的整个身心的改变会很快 因为你只要留点一管道 那个烦恼就会立着这种管道 又跑回来 你看 斩草除根 不然你就春风吹有声 那这样就会了 所以我这样讲说 我们在修行当中有很多人 毕竟很多道理看不清楚 不能真正全部放下来 所以总是在那里千惨不一样 既不守戒又不积才 老雷气劫 事故何歹 就是说 你又不守戒又不积才 老雷气劫等老雷时 事故何歹 那有什么你能做得到 都已经 什么也做不行 什么要做的都没了 都空了 很多东西眼睛散掉了 你等老了 要再做 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 我们弘法有时候 有的人很多苦 来问我们说怎么做 我们会尽 我们能给他的给他 但他所做的一切要求 能够满所有愿 不可以 我们心里有数 死法有什么东西不会死的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 再怎么安慰还是会死啊 是 何况 有时候我们要面对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很清楚 那改变不了了 也就是说 有再好的佛法 可以让你得广大利益 但你拿不起 你拿不起 今天假如有一个人临终 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放下 他真的放得下吗 也就是说 我有道理可以告诉你 但你没那种智慧 担得起 我叫你望远幻下 这句话很好讲 但你放不下 因为那个放下的心事 从以前就开始观察 你要很认得清楚 你放下的东西 而你要提的东西 你要很清楚 我现在求生净土的价值 衍生过世间 你会不会放 如果你对净土的意义 不能清楚 对世间的无常苦 又不能看清楚 你会放 门都没有 所以讲放下来 比如说 我们都是净人士 但他能受用多少 我们的心里有助 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说过 说到这边 你都会听 是不是台湾的全怪 他就纠结在那个地方 其实后来我们以前 像我们刚开始在慢慢修学佛法 我们当初也不大清楚 慢慢也懂 懂了以后 我就心很急 现在不是不急 因为知道 不是任何人轻易可以来的 活法 活要是能一切改变 我们也找生活了 对 我们听法那么久 我们也没生活 那就是因为 我们本身阴眼未居住 并不是说 两三下就可以 所以变成会产生什么的情形 有的人一开始很热心 后来很灰心 像现在 该用心的用心 不执着的放下来也要放下来 因为我们不再把宗教 把修行当做一种狂人 我们会很理性的 该我们付出的付出 不能成就的我们很清楚 所以我们不会期待 今生一次就把它度完 为什么 不可能 那因为你知道不可能 所以你开始留意什么 务必要让众生早点结缘 因为一时度不了 讲归讲做不来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得癌症 我们现在不是不治 但我们心里有助 那我知道不要等到那时候来事 因此我一开始 让这个因尽量不要有 退而求其事 已经有病因 开始黄 再不行再不行再不行 到最后 想尽办法 给最后的一点衣注 就这样而已 但会不会认为能不能完全超越这个业力 不是这么讲吗 这才有共识 如果你把很多东西 所有的救度众生都放在这阶段 你认为最后阶段就能度人 你就把火法扭曲掉 你听到吗 如果你认为临终住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那我根本就不要说那么多法 正因为临终住念不一定能保证所有事情 才会告诉你提早准备好好用功 累积资良福德 是不是 真的不行 我们尽可能把握机会 也不是说完全不行 但机会难得 这才务实啊 否则大家把佛法讲得很高很妙 不是会误了你 会误了你 不是这样的 平常就开始准备 这种准备不是说马上要把生物丢掉 是心境上的转换 这个转换也不是自我一直不断勉强 而是道理智慧的开启 自然的了解当下 是这样子 事故何来啊 做不到 老鲁秋叶 何会见入 命及托致 易幼后悔 老鲁秋叶 老当中秋叶就开始枯萎了 行会见入 那另外一个解释叫 何会见入 这个语词我们比较不容易懂 其实另外一个本是这样 行会难居 行一件微微缩缩的那种污秽 难居 不管是身体 不管是衣服 连身体 破破难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慢慢 我们外面的衣服是还可以装严 里面那个衣服那一定要难居 对不对 皮拉起来可以拉很长 对不对 之前是蛮紧绷的 现在开始松了 呦 好满长的 因为皮要松了 而且要拉皮了 很多东西再怎么看 本来很光泽 现在慢慢不光泽 这都很现实 就是燃鱼了 这因为身体慢慢坏掉 命急托志马上就要断命 你如果不懂得用功 到最后意用后悔 后悔必在你身上发生 你必后悔 你意用后悔 你一定后悔 是啊 不是 谁不后悔 我们想说 没有 他死得很安稳 不是 他几时真正的安稳过 因为他对未来都很不清楚 他对于他现前的东西 他又不知道如何去摆置他 安置他 对未来他也不清楚 哪一个不防空 结果我发觉 我所努力的每个慢慢都离开 我所照顾的 就在经典里面讲的 本来是走到哪里 好多建筑 到临终的时候 只能讲说 书家 你自己走了 他不可能跟你走 我那一天 我开车 从花莲回来 花莲回来 经过二高有很多隧道 其实我在开隧道的时候 我有什么想法 我感受到好像是在幽敏道上 都开开开开 我看到很多 对不对 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 我们也连打招呼都没有 走到该下的下 下的下 这一道那一道 走到最后各走各的道 这时候很急 大家都很用心走 我们现在都很用心轮回 不是吗 我们都很用心 因为我们把这件事 都看得那么真实 那么在乎 所以像我开车 也很赶快投胎 一嘴跑 不是吗 然后到了哪个交流道 下 又下一批的人 到了天道的 到了天道以后 天道又好几种天 各个路 然后到最后就剩下你这一个人 那回到了金刚寺 对 我本来这一路好多人 好多人走到最后 剩下你一个 所以我感觉到 哇 那个路啊 就像那个大家 在业力流转当中 哇 一群人 大家都很为着自己的执着嘛 努力的在追逐自己所需要的 谁逼着你 没有 是自己的欲求逼着你 你的希望 你的期待 你的爱着 逼着你 必须要从此处到此处 然后一直很用心的过日子 很用心的造业 很用心的轮回 然后一群人在隧道里面 哇 好多喔 而且天天都看到好多人 生命有好多人死 那死了以后继续照着业力 又就能跑 所以我在看 感觉好像大家在轮回道上 有机会见面 连个机会看他一眼都很少 那我们不是讲说 就算兄弟姐妹 父母子子女也是各走各的 不是吗 到最后终究要闪 就算现在同一车到最后 还是要下各个的车 回到你自己的空间 还是走你的 所以那时候 一直一直跑 感觉人五指尖要缺少觉悟的话 其实就是被业力牵绊 所以之前我跟他讲说 有机会你到台北车站 走在天桥上 你看到很多人 这个公车里面好多的人 每个人自有他的心思 搭上车走到那一站下来 上上下下 每个有每个人的想往 每个人的生命 就在那个 从这个点到那一点 然后没多久 这一批走一批走 所以我不是讲说 有时候我开车看到路边有人在告别事 一直唱 那下面我想 哪天是我呢 不是吗 别人看到我的告别事 会怎么样 这里死一个 就这样而已 以后我也是人家过去看一眼 这个人死的 就这样而已 那会比较在乎的是跟我在一起久的人 或者的话 你就这样 这一生也就此完了 来 完 下一次 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业力当中 跟另外一起的人结缘 那没多久还是要散调 无止尽的苦乐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就在那一次一次不得安息 完了 完了 那不知道怎么样 就在那业力这样带着 应该还没 好 没关系 好 那命欲日夜尽 即时可情意 世间地非常 莫惑多民众 你努力精进 不是光傻傻的精进 第一步最重要的精进是 先看出人生意义 所以想尽办法 文法开启智慧 知道应该如何过一个正确人生 然后方法知道以后 好好往那边去记忆 努力 或者说像我们现在也赚钱很努力啊 我们每天过日子 生气生气得很认真 对不对 骂人也骂得很认真啊 对不对 打蚊子也打得很认真啊 从来都不是假的 啪一样死了 你看 日子照过 过得很踏实 夜里也一个一个都存在 活着很精进的颠倒 这时候不要精进 这不叫精进了 精进是三法 世间地飞茶 世间一切地真实的东西 其实都不稳定 今天你看到现在 哪一样东西可以作为你长久依靠的 我请问你有没有 没有啊 这也是早已知道的 那问题 你看我们难以割舍 我们在人世间里面 其实你看 道理我们听到这里 你要想一想 假如你现在走 你能不能走得去吗 假如你现在走 你走得去吗 我经常就用这样的想法 你走得去吗 你走得不走得安稳 你会不会有些挂害 你有哪些挂害 像我现在如果要走 我有哪些人我放不下 哪些事我放不下 哪些东西我放不下 这不都在想 还有吗 当然还有我放不下 亲情放不下 种种可爱剑属放不下 很多很多都还放不下 这是现实 那放不下就是 一个放不下就一个障碍 两个放不下 两个障碍 障碍还要生前 有个的极爱着着剑属 就更难放下 我们之前不是临终放还 有一个年轻的 我那个小孩子 他孩子都还小 还真要走 苦苦 苦啊 我们虽然没有小孩子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一定很苦啊 是 那只要换个角色 我们对我们亲人的放不下 不就是他对他亲人的放不下 我之前不是谈到有一个局势 那时候病 其实一个病他接着快受不了了 然后他接着赶快要跟他的小女人 很小就跟他讲说 妈妈要走了以后 你自己要坚强 要照顾自己 哦 结果那个小女人讲说 你走了以后 我没人陪我上学 那他们老婆那破了 他们老婆那帮你 马上正面力都垮掉了 对不对 你想吧 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抱着你说 他不舍妈妈走 你有多少功夫能熬一下 一抱就整个力量就垮掉了 对不对 那个难以割舍的身心之痛 是不是 那问题 每个人不是都要走这条路 难啊 真的难 但问题就是 我们就在这里追逐 不断的用心 但其实也应该在这种 放不下执着的过程当中 也慢慢觉醒 这是无法回避的 所以也慢慢从佛法里面 怎么样 知道地境无常 不要再跺在迷惑的幽民之中 好 当雪然亦分 我要把智慧给点出来 我现在放不下 但我要知道终究要放下 那在这个终究放下的过程当中 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面对 因为人生终究要走 我如何在眼前的世间里面 这个阶段里面 成就自我 成就他们 真正的利益他 这个态度就开始改变了 我们虽然在世间法成就 我同时也知道 这个都不可靠 我们后来觉得利益众生 慈悲众生 就再也不是像眼前 我们看到众生很苦 对不对 我们想帮助他 但因为佛法的道理 我们也很清楚了 我就算帮助他 能不能拔他的根本苦 没办法 所以为了让这个众生 从此离苦得乐 会想尽办法 让佛法流传世界 为什么 活着的话 他会再重来 你这个心情就知道 因为像现在 你慢慢久了以后 你就会心什么 你有看到很多人做好事 做到很多人也在修行 可是如果发觉 找不到根本要领的时候 你以后心里 有时候 之前会很急 现在 会继续精进努力 但你会觉得很惯惜 你会 把你心更平稳下来 做长远的度化众生 但你也同时会觉得遗憾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这样没办法的 但有时候 你以前会很急 想要硬拔改变 结果反而热一些恶缘 现在会 尽量冷静心情 想尽办法 让他 种下得度因 但会不会强求 自己会不会起伍 如果自己起伍 自己都在轮回变 所以 懂得 在一切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当中 尽量保持自己的平衡 随时自己安住在法 随时不舍慈悲 不舍众生的利益 但也知道真正的关键在哪里 他如果能得关键的地方 我就不行的话 方便在哪里 再不行 退而求其次 再不行 退而求其次 但至少自己不会颠倒 所谓颠倒就是说 明明你帮助他的只是治标 却还自以为是 这叫做度化众生 还没 因为那个只是暂时给他安慰 给他阵痛 要到最后还要补的 还没 是不是 像这些事情 慢慢很清楚 当学然以灯 自恋求智慧 离构忽然乌 只足观到地 所以 还是很清楚 就是说 我们这一生 时间很有限 你看 我们现在在座也有几位 年纪到大 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方向 那这个时间不要再空过 因为我们能再用的时间 当然 其实不一定年纪大的人 就活得短 我想想说 有的人现在是六十七十 但你能活到一百二 其实你还算过一半而已 那如果像我们这五十 再过几天就要走了 其实已经是晚年了 不是吗 因为要算十季活的 而不是占平均年龄的 不知道 但现在有讲究 我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不要再让时间通过 我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经过那么多的人生经验 哪个地方可以依靠 哪个东西不能依靠 你应该心里也有个事 这时候 你应该再更勉强的提醒自己 不要再浪费 在那个中 就要割舍的事情上 因为这个会把你 你如果在这里 不起勇猛之心 静静的心 它就一样也影响你 影响你 到最后 把你重要的事情给办了 所以我最近也常讲 就是跟一个军事讲说 就算你眼前没办法很静静 你至少比昨天进步一分 你感觉在一个人生 岁月在缩短的同时 你却把你的重心 慢慢往佛法的修行去移动 你千万不要今年挂碍如是 明年挂碍如是 有时候不但没减 还真的 以前照顾两个孩子 已经很辛苦 三个孩子很辛苦 现在多了六七个孙子 那个味料 那结果活了过长 还有真孙 这再一大票了 这再麻烦了 也就是说 你放不下 但你要学习调整 因为不明明 你有足够的智慧能力 面对事前 但你还没有充分的经验 跟智慧处理你的未来 你还早点得进你的智慧 因为死不是一个断绝 死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要懂得怎么个死法 因为那个不是死 那叫做转毙 知道吧 你这一期生命其实很短的 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一生 获得更好的未来 所以你不要让你老 白白把你时间这样老掉 那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好 好 就我们要离购路来捕 拿着智慧来观修行的地 到底怎么修 好 好 那 我们这次就刚好讲个良品 好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一下 好 那我们就回想 好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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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己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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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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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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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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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你本来是有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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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合抗 你想说 好 你 哪个人 那些什么 请我 你不合抗 你那些什么 你不合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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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